多彩被玻璃聚传将重返iPhone 16 Safari浏览器将增添AI新功能 华为Pura70系列全球发布 苹果聚传将在即将发布的iPhone 16系列中 重新引入色彩缤纷的被玻璃设计 这一在iPhone 15首次亮相的特性 通过特殊的双离子交换工艺 在手机背面玻璃上打造出磨砂效果 与手机边框的颜色形成鲜明对比 据消息人士透露iPhone 16可能提供多达7种颜色选择 比上一代新增两种 这些传言显示苹果正致力于为其用户提供更多个性化 且美观的设计选项 苹果的Safari浏览器也将随着iOS18中新增的AI驱动功能 迎来重大更新 预计新版本将包含一个智能搜索助手 该助手利用苹果的设备端AI技术 能够识别并总结网页上的关键内容 此外 新加入的网页擦除工具将允许用户轻松移出网页上的不必要部分 并且这些更改在重新访问网站后依然有效 这些更新目前正在测试中 有望在6月的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WWDC上正式亮相 华为已正式在国际市场推出Pura70系列智能手机 标志着其旗舰系列的全新开始 该系列包括Pura70 Pura70 Pro和Pura70 Ultra三款型号 均搭载全新的麒麟9010芯片组 并配备独特的三角形相机模组 Pura70 Ultra特别配备了大型一英寸传感器和可伸缩镜头 提供卓越的低光拍摄性能 所有型号还加入了由生成式AI驱动的AI手势控制技术 不过这些智能手机的国际版将不支持仅在中国市场提供的北斗卫星通话和信息发送功能